欢迎收看台大野林新闻 我是主播蔡孟华 今天是我们第二集的节目 2016年总统大选也进入了倒数阶段 三组总统候选人都火力全开 努力投入选举 争取青年认同 2016年总统大选即将展开 129万手头族的意向成为关注焦点 12月7日 一批由全台七所各大专业院校的学生会团队 他们共同举办了2016年总统候选人与青年对谈 邀请朱立伦、宋楚瑜、陈建仁等三位正副总统候选人 倾听新世代青年的声音 共同讨论政策议题 要一起思索台湾的未来 我是以硬斥的申请 周围看了我带了个书包 来跟周围来谈话 面对满场大学生 就连老经验的亲民党主席 也要战战兢兢 备战总统大选分秒必争 三党候选人都来参加青年水堂考 右下角可以直接贴文 可以发表贴文种类是 我的看法、活动现场、心得分享 台下学生不只在现场聆听 首度举办高规格政治对谈 其所大学学生会更要扩达参与空间和网路平台合作 让大家共同讨论大学整病、青年居住、几年金改革等议题 另外也可以在线上自由发表意见、转贴新闻报导或是为喜爱的候选人应援 主持人将会针对各候选人的回答 并参考社群平台中 同学的回复以及投票 各追问一题 达成及时对谈互动 也是本次活动最吸睛的地方 我觉得当天就是 大家就是确实就是都有在上面就是问问题 那我觉得这有达到某种程度上面 我们预期要的效果 但比较可惜的是 碍于活动时间限制 许多如偏向教育、青年就业 与税付制度等议题 无法让候选人在现场直接回应 有待之后持续关注 主要是希望三党的候选人可以正视青年的声音 然后同时这社会可以引起 就是对于青年议题和教育议题的关注 这次活动开启网路社群参与政治的新模式 就算效果无法一次到位 至少让未来的国家元首 能够听见年轻人的声音 台达野林新闻 郭佳轩采访报导 总统大选与青年对谈 问题聚焦四大面向 包括了青年教育、就业、居住与税之问题 其中教育议题最有火花 尤其是大学学费问题 让现场三位候选人针锋相对 我们要动涨高等教育的学费 重处于当选之后 把学贷的利息全部取消 需要看经济成长的状况 还有国民所得的状况 未来的几年内 学会调长的空间应该是不大的 候选人在台上进行攻防战 清明党主张大学部和研究所应分开评鉴 大学部以教学为主 研究所重研究 国民党朱立文则说 社会上没有需求的科系 应重新检讨系所招生规划 主打就业问题 民进党成见人则认为 针对不同学校、科系 应有不同师生病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家会全人类 而非追求大学排名 每个人都希望在高教议题得分 不过大学生们真的认为重要吗 有些人就喜欢口号式的喊动这样 反而应该是要去关注私立学校 我觉得只是在喊口号 我觉得应该检讨的并不是系所本身的 应该是去检讨后面的大环境 为什么会对这个系所不利 我觉得讲的其实还不够仔细 所以在我的观点而言 我觉得他们提的好像都可行 但也好像都不可行 奥选人画出了美好蓝图 但学生普遍认为 看不见实际执行方法 未来的执政者应该要具备 相好的沟通能力 能够让民众可以清楚明了说 政策的好处是什么 去做一个坏处的一些弥补 他可以说到做到 嘴巴说的跟做的要一致啊 选出来希望是有诚信的政党 希望能选出 我也只是说说的那种 政策不仅要说的好听 更需要具体让青年放心 选战进入最后倒数 全台青年仍会紧盯 每组候选人的一言一行 台大阎龄新闻王真一报道 在这场青年对谈当中 三组总统候选人都提出了 有关高等教育 还有青年就业的政策 那么其他国家的教育政策 又是如何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透过 台大的外籍学生 来了解外国的教育政策 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 台湾的总统大选 I am Mikul I'm an exchange student from Denmark So my name is Clara I come from France My name is Jacob and I study at McGill University in Canada My name is Louise I'm Dutch German I'm Maggie I'm actually English There's more drama leading up to the election In Taiwan of course it's more about identity I listen to UFO radio Everybody who calls in is very apathetic They don't seem to want to vote The process leading to the election is quite different. In Taiwan, I've experienced political festivals. In Taiwan, with my Taiwanese friends, I find it's not such a big topic. Tuition fee in Denmark is free. Politicians always make all sorts of promises up to an election. In France, we have the tendency to get tuition fee higher and higher. Anyway,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stay accessible for everyone. If the tuition fee is extremely low and the economy is low and there's bad quality education, then that's a problem too. People from other classes should be able to receive an education. I think Taiwan shouldn't cut costs, especially in the education field because this is what Taiwan actually makes special. For Taiwan, I think it's very good in that it protects your students and makes it available for them to study. It's hard to set a price on knowledge. That cannot directly translate it to how many jobs are created. No, of course, maybe kind of some department class but it's not a reason anyway. Yeah, jobs are a very important thing. But, of course, non-job educ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o just for improving human society. If that happens, then I would argue that we see a indoctrination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Taiwan is famous actually for its education. And to start taking away those options, they can only study practical things. And you lose those less practical, maybe you don't get a job, but the knowledge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台大野齡新聞台記者王昭東整理報導 台大野齡新聞今天很開心地邀請到 第二屆台大公共報導獎的三獎得主陳云秀 云秀現在是新聞所碩二的同學 Hi,大家好 那云秀他這一次和另外三位同學他們一起參加比賽 他們的作品是叫做《尋一條無人島上的路》 那這部作品是在馬祖拍攝 主題是以馬祖的大秋島為主題 那這一部分我就想要請云秀先跟我們分享一下 一開始怎麼會選擇這個主題 其實一開始選擇這個主題非常的意外 因為我們其實是四個人 然後準備去那裡玩耍的 因為我們其中一位拍攝的同學他是馬祖人 然後我們本來現在要在那邊玩 但是後來在吃飯的時候 同學就跟我們 就是邱雲 邱雲就跟我們介紹說 明天要去哪裡玩 然後大概跟我們講一下那邊的歷史背景 後來我們聽一聽這個故事就覺得 欸 好有趣喔 又不要來拍片 因為我們之前都合作過 那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很臨時起義的情況下 然後拍了這支大秋島的影片這樣 所以說一開始沒有計畫 只是去玩 對 一開始完全沒有計畫 所以我們其實身上什麼東西都沒有帶 沒有攝影機 沒有腳架 只有我身上那一台相機 所以當時候是邱雲就馬上在他的Facebook上面 問他的親戚朋友當時候在馬祖 有沒有人可以借我們記憶卡 有沒有人可以借我們相機 所以當時沒有帶就是腳架或是大台的攝影機 就直接在當地找親朋好友 大家贊助攝影器材 對 所以我們到最後要就是 去了大秋島那裡開始拍 還是沒有腳架 我們只有人體腳架 所以整個畫面都是用手 手持攝影機 對 但是畫面非常的穩 對 就是 就是謝謝厲害的拍攝家惠跟秋雲同學 然後因為這部作品你們拍攝是在大秋島上 那這個島上面可以說是 有點算是只有一位島民 對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說 你們到了這個大秋島上 在拍攝的整個過程中 花多少時間 然後在過程中有沒有遇到 比較大的挫折或是困難 可以跟我們分享 就是因為這次那支拍片 因為是臨時起義的原因 所以我們並沒有做太多的準備 包括像器材方面 我剛剛有提過說 已經是就是非常困難的情形下拍這支片子 然後第二個是其實 大秋島的交通非常不方便 我們是搭一個 類似像觀光的小漁船過去 那那個漁船是不能停留的 也就是我們當天拍攝 沒有辦法在大秋島停留太久 那當時候 駕駛的船員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一點半去搭船 然後放你們下去之後呢 四點半我們就要回來接你們了 所以其實拍攝的時間超級超級短 然後我們就是在非常有限的時間之內 要拍攝到比如說空景 然後訪談我們也是 一定要在把握時間之內做到最好的 抓到最好的bite這樣子 那其中除了這個交通時間上 非常的緊迫之外 這個困難之外 還有就是因為一開始 其實胡先生因為長期一個人在那邊生活 所以訪談的過程當中 並一開始有點沒有那麼的順利 因為要一下子讓他說這麼多心理的話 其實不太容易 但是因為後來我們就想說 好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先在 一開始的場景我們先告一個端論 那我們就跟胡先生說 沒關係那可以請你帶我們去走一走 你平常生活的環境 然後還有這個大球島上帶我們走一走 然後他就也很爽快就答應了 所以後來在那個走步道的當下 其實我們也聊到了很多很多東西 那也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因為美景太漂亮了 所以邊講的時候 可能胡先生新房就開了 所以我想也是因為我們的組員 邱雲然後佳慧還有志庭 大家都是用很誠心誠意的方式 去跟胡先生聊他的生命故事 然後聊為什麼他會來 然後聊他對大秋島的感情 所以雖然說是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 然後器材也很不足 我們連錄音都是用iPhone手機錄的 但是因為真的是天時地利人和 所以就完成了這部片子 對那在拍攝過程中 大家剛剛也都聽到雲秀的分享 其實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時間非常非常的緊湊 器材也很不足 對那能夠完成這支作品 是非常的優秀 那另外呢 因為這部作品的名稱 就叫做尋一條無人島上的路 這個名稱我也想要請雲秀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在這個命題背後 是不是有怎麼樣的含義 還有說這一部作品 你們希望能夠向社會傳遞怎麼樣的訊息 其實最主要還是因為 馬祖其實是離島 那離島的議題在台灣本島上 一直都不容易被看見 那其實尋一條無人島上的路 除了想要說明大秋島的交通不便 跟北竿之間來往不是很方便之外 其實我們還想要提到的是 馬祖作為離島一直都有交通不便的問題 那希望以以小見大這個方式 帶大家去看 其實離島人的生活 在經濟環境或者是資源都會比較不足 那我們希望可以帶大家理解到原來馬祖的交通這麼不方便 就包含說他們來往台灣跟馬祖其實是需要靠飛機的 那如果想要天候狀況不佳就沒有辦法搭 那最明顯影響的其實就是像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要回家投票 但是馬祖因為交通非常不方便 所以如果那天狀況不好 大家可能就沒有辦法回家投票 或是做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要趕節日或是喜慶之類的 那這也是我們想要從大秋島這支片子 想告訴大家這個很重要的交通議題 好非常感謝雲秀 那麼接下來呢就讓我們來一起欣賞他們這一次的得獎作品 尋一條無人島上的路 馬祖北竿西北方的大秋島是大家口中的無人荒島 卻有一個人拋下在台灣的生活 來到大秋守著這座島 只有我的好朋友沒回來 三十多年前大秋島上居民陸續搬走 加上國軍撤離 大秋島成了無人島 也成為梅花路的樂園 其實這裡真的很漂亮 你有去到一下這個島 真的那個風景很美 空氣也很好啊 這裡沒有污染啊 這麼漂亮沒人來看啊 你不覺得很傷心嗎 胡敬江深受大秋美景吸引 五年前決定常駐大秋 並租下島上古厝 經營民宿 一步步打造他的室外桃園 希望更多人看到大秋的美 第一個先把垃圾清走啊 一個人就是這樣慢慢的先把垃圾 乾髒的亂的都把它先處理掉 先清走啊 然後就是蓋房子一樣啊 水泥地基什麼這樣一步一步來啊 硬體好了這個桌子椅子 再自己慢慢做啊 買新工具回來自己 自己施工自己做啊 沒有鄰居沒有商店 胡敬江在大秋一切自給自足 生活忙碌卻也怡然自得 一鍋飯第一天吃白飯 第二天的吃不完的第二天煮稀飯 菜我自己種一些空心菜啦 川區啊 南瓜啊 肉類的就不用煩惱啊 要吃魚 碼頭釣就有了 十分鐘就可以釣得到魚啊 要吃雞肉我自己也有養雞啊 一個人就不要煩惱啊 在大秋生活很簡單 一天的工作從早上六點開始忙碌 搭掃一下環境啊 廁所掃一掃啊 菜澆澆花 澆澆水啊 然後到我的農場和機場 去看看機 弄一弄 下來都已經八點了 滿身大汗了 現在的太陽半個小時就快要暈倒了 就快暈暈暈暈 搞事啊 但是你要跟自己 下一個命令就是不能生病了 最重要是意志力啊 就是你不能生病 你不能生病 絕對不能生病 就這樣 然而在大秋樣樣靠自己的胡錦江 唯一無能為力的 是島嶼交通問題 往返大秋交通船只在旺季行駛 遊客來不了 胡錦江的生計也深受影響 今年度到現在 住不滿五十個人次 因為要來住的人 要到欄杆 找他們交通船公司包船 才有辦法過來這邊出去 我兩個女兒都大學畢業了 但是包船來回要三萬塊 看一趟父親要三萬塊 幾公里只有五百公尺 如果這個交通不改進 真的很難撐 交通不變 讓胡錦江堅守大秋的信念困難重重 而今年似乎出現一絲轉機 2015年6月 內政部正式核定 將興建跨海布橋 接起大秋與北竿 我們小時候 我們真的幾乎整個島都希望 說大秋有座橋 沒想到真的我們的夢想成真了 現在就在期待 做好了之後 大秋的那個 子孫那些回去 路會更順 我今年已經熬了五年了 那這個橋再蓋好 又要等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 甚至於十年 或者會自信 那你想想看我會期待這個東西嗎 交通船來不來 關系著胡錦江藝人的生計 然而大秋這座離島中的離島 正如同馬祖的縮影 交通 永遠是離島居民心中難解的結 好